下面再教你两个狠招 这俩伙计问我 能讲讲空降兵如何进入状态 如何快入入状态 如果你们是空降兵到企业里 我们先回到现实 空降兵的成功率是1% 我见到的空降兵成功率 接近0% 空降兵我指的是高管 就是总监一上岗位 主管经理不算 那个会高一点点 所以这个现状成功率很低 那你要做好准备 那你就知道这条路很难走 这你要搞明白的 所以当你知道的成功率低 你知道了这个事 你才会做到成功率高 你要不认这个事就做不了 所以我给你说的第一个事就是 第一句话就是明确目的 然后和老板达成共识 两个事 第一老板用来你做事 扭转乾坤的 第二老板用你做组织变革 借刀杀人的 空降兵就这两个事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老板很讨厌的一个事 你给我改革完之后 把这几个鸟人 把这几个老臣全部给我干了 因为我不好意思干 他跟我二十多年了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 我借你的刀给我杀了 然后我把你杀了 给他们谢罪 这就是我说的头八个字 明确目的 尽快达成共识 你比如让你借刀杀人的 那很简单 你在这最多待两年 改革完之后 把老板想杀的 想干的事干完 最后老板拿你开刀走人 你假装很卑劣 很悲餐 但是你得到了你该得到的钱 你在这工作两年 相当于在别的企业 上一个单位工作十年 所以你要先明确目的嘛 你不是说要善待老臣嘛 我是一定要善待老臣的 但是你能善待老臣吗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 有些老臣要值得善待的 现实 第一个是老板借你杀人 第二个是借你做事 第三个是什么 又想借你杀人 又想借你做事 三个目的 所以你必须把目的达成 然后目的达成就好说 借刀杀人这个事可以很快 一年两年 反正你也知道 你早晚就被over嘛 你的目的就是高收入嘛 对吧 你杀手这个活 你想象这个不见的人的事 那就高收入嘛 这就是事实 这和道德无关 我们就事实谈事实 它存在嘛 然后你和老板达成共识 沟通就好了 一年两年几步 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老板用你做事 那你要和老板谈好 谈好干什么呢 因为你放心好了 现有的老臣工程一定搞你 一定给你挖坑 没什么可商量的 特别是小人 他会假装和你关系很好 然后给你挖坑 然后背后告诉老板 给你死班 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你要老板真用来让你做事 你和老板也要达成共识 明确目的 半年之内 甚至一年之内 什么事不做 你千万别着急做事 什么新冠商人三八火 你放心火了 放心好了 一定会烧泥 你一定 你会成为那百分之一的 成功率的那个鸟人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让老板明白现状 你要让我做事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 怎么提高到百分之六十 很简单 你白仰我一年 第一年 你要不要走完我做事 这就是我教你的一招 然后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当所有人都想搞你的时候 结果你什么事不做 你说他怎么搞你 就像一拳打到棉花上 他没法打呀 然后很多鸟人就给老板告状 这小子养了个狗吗 啥事不做 你一定和老板达成共识了 他再一告状 还不如不告呢 他掉了你的圈套里头了 这就是 你别让别人给你挖坑 你给别人挖坑 你说老板弄了一个人 啥不干 混混 所以 这就是我说一年 至少半年 啥也不做 然后你干什么 看他们狗咬狗 你最好成为第三方制衡的力量 任何一个组织 你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有人的地方 他就有江湖 他通常会形成默认的 敌对的两派 这个没有对错 我在这方面不讲道德 默认的两派 他任何组 你看看历史上 你只要打掉一派 马上又默认为两派 而且皇帝还喜欢这样的两派 所以你剩下的任务是什么 你剩下的任务是坐山观虎斗 别动 别动怎么办 你成为制衡的力量 你比如 他一方五 一方六 你自己是二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意思 如果你是二 一方五 一方六 你会发现 五和六谁国伴 这就意味着 你是成为隐形的控制 然后这个时候 你干什么呢 你利用你制衡的力量 因为做事需要有权嘛 你没权做不了事 你用你制衡的力量 最好找到正义的团队 形成你的权力 尽快做你的事 然后你就有了攻击 有了业绩 有了作为 你就有了地位 然后再借刀杀人 借谁的刀 借老板的刀 杀掉你想杀的人 你千万不要让老板借你的刀 杀掉他想杀掉的人 然后你又有业绩 又是好人 我就大概就说这些 在这方面 不要谈人品 这方面不要谈人品 我就谈一个事 想做事的人都需要权力 都需要资源 没有权力 没有资源 没法做事 所以 职场 它是有斗争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有业绩 要有好人 然后给别人挖坑 让你的敌人进去 然后让老板 把他去办了 特别愿意看我的 我这是下山路 这是下山路 因为上山路 上山路 下山路 我多少都懂的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你作为空降兵 你一定想留下来 因为他给你这么高的收入 你是有风险的 你比如空降兵 一般在三十五岁之上 如果这个你要做事的话 你再找工作 基本没有了 天道里的片段 不是天道里的片段 不是天道 他只能说我讲的 和天道吻合 你不能说天道里边片段 不是天道 天道片段我看过 因为我比天道里边 加一个先做业绩 再挤掉对手 天道里边只有一个 让对方狗咬狗 干掉一个 他起来 就是天道里边 纯粹是绝对的全属斗争 我这边给你们讲一个 是先做事 再斗争 我比天道里边加一个 那个相当于静坐 他们狗咬狗 然后董事会把他提出来 那纯全属 我说的是利用斗争 合作一个主流的 正向的团队 你做事 我虽然自说 自认为下山路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 先做阳光的事 我说的是利用斗争